都有時慶幸 自己長大在70至80年代 當時是日本動畫的全盛期 高達Gundam開拓了一個卡通的紳士 我們四五十歲年紀 大家都對RX78元祖的一年戰爭難以忘懷 當Gundam四十週年出現黑色和紅色的渣鼓時 很多人都沒有理會到究竟哪個比較漂亮 有些人一套買 紅碎星這款自然有捧場加 我覺得綠色的殼比較特別 但紅色因為有紅碎星的加持 身類型人 馬砂 用速度技巧的戰鬥 這些都是令大家悶悶在目的 日本仔擅長把你的回憶轉化成物件 我自己就不喜歡紅碎星的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他的角色設定 也不喜歡阿寶 太過悲情 整個高達我反而很喜歡雷射大炮 還有太空坦克那對丹尼 還有我忘了另一個叫什麼名字的設定 有一種樂觀的態度去應對這個殘酷的戰爭 至於這些手錶帶了之後 現在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它不是很多人玩 但我覺得也有它的收藏價值 我只是很希望精工不要再出這些顏色 有了這個獨特性就不同了 這隻手錶我覺得它最美麗的部分 就是它那支黃色的秒針和渣古眼睛的設計 好 多謝大家